就一次一次吃个两个吧 这是奶盖才是精华 底下的燕麦小众来说味道大一点没什么味道 我都要流口水啦 哈喽宝子们我今天又去奥乐其头了点羊毛 因为现在正好是他们打折的时间到了嘛 然后今天抢到了一个这个半水知识 奥利奥口味的打六折 六折完了之后呢是14块钱 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我正好没吃过他们家这个知识 半水知识所以一定要尝一下 辣一个吧 虽然今天现在的时间点已经很晚了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嗯太香了受不了 哇哦侧面看上去颜值特别高 我就可喜欢吃奥利奥的 就是所有的甜点 嗯 我觉得 底下的巧克力蛋糕有点厚 嗯 嗯 其实它奥利奥的口感没有那么的浓 然后 外熟知识的地方呢还是挺软糯的 嗯 入口即化的那种feel 但奥利奥的话它只有表面上的一小层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奥利奥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中间还夹了一点点奥利奥 嗯 底下还没达到有点厚了 我不让你喜欢吃奥利奥特别厚的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点干 嗯 知识的地方 还是属于那种 味道比较浓郁的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话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那么的 怎么说呢 就我想象中这一款蛋糕应该是更好吃的那种状态 对 最后就意思意思吃个两个吧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咖啡水果燕麦杯 他们家的燕麦杯我记录也挺久了 然后我这次选的是一个咖啡芝士水果燕麦杯 就感觉很丰盛的样子 也是打六折 这一个是十块钱 把它上面是有一点点饼干碎屑 肉链像2.5的碎屑 里面是这样的 长得还不错 打开看一下 他们有送勺子 那么辣吗 天哪 啊 嗯 看一下里面 打开的话有一股浓浓的 怎么说呢 冰淇淋的口感呢 我感觉 然后我先尝一下 这个没有加任何东西的口感 嗯 嗯好好吃 底下是那种燕麦 然后混合着咖啡 甜甜的那种咖啡汁 然后中间是有一层蛋糕的 我以为它真的就只是燕麦而已 嗯中间是这样的 最上面那层 是那种芝士奶干 来就放里面 奥利奥碎屑 哇 其实这一份真的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那种 就是早餐的那种燕麦杯 没想到其实它是一个甜点 但是你之后有点丑 但是你们懂得 二榴要加进去之后 什么东西都好好吃 上面有这种新鲜的水果 关键我真的好喜欢吃这个奶盖 嗯 绝了绝了 底下的燕麦相对来说味道淡一点 没什么味道 嗯 浸泡了咖啡叶的燕麦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如果想稍微甜点的话 最好还是把这些都拌在一起 会好吃一点 对 否则的话味道其实有点分层 如果一口挽下去 这样子混在一起的话 还不错 嗯 燕麦那些是诺唧唧的 然后有点入口气化的 而且它的燕麦不是那种 就已经泡的 就是浸泡的软软通通的那种 FU 再混合这双面的芝士奶盖 然后还有一点海绵蛋糕 然后就是这个二零碎线 嗯 嗯 搅在一起确实有点丑了啊 你看 这个咖啡燕麦已经变成这样了 成结块状了 总体还是还是不错的这个 可以下次去尝一下别的口味的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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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